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北京书院的比较少 有个问题是国在北京书院的概述 有个是国在北京书院的教学制作 第三个讲一下国在北京书院的影响与作用 这个书院也是中国国在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 书院最早的时候本来是苍书的地方 比方说苍宣宗开元六年 就是提拔一十八年 在宫中设立的立正书院 十三年改为迪仙书院 那都是朝廷的图书馆 到五代南常生元四年 在路山白鹿洞遗址 这里建了学馆 这个时候开始讲学授徒 所以书院就又具备了教学和研究的功能 所以后代后世意义上的书院是从此而开始的 宋宦用于理学的广泛传播 书院获得比较大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王学大圣 就是王阳明的学位 书院曾经在处行圣 到清朝的时候书院发展到中国奉建社会的顶峰 至于北京古代的书院 应该说是开始于元朝 发展于明朝 鼎盛于清朝 就正于清朝 那么我们主要介绍几个 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书院 太极书院 熟善书院 精采 精采书院 第一个问题讲一下北京 古代北京书院干涉 在元明清时期 咱们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 所以对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是越来越严 所以书院的官学化日益明显 冤代和清代尤其突出 这个书院嘛 本来它的意义应应该是民间办的 是吧 民间办的 可是元朝的时候就开始官学化 是办官方的 是吧 书院的那些教官 那些管理人员 也是持朝廷封路的 对不对 是吧 原来人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人家是民间自己抽于资金 是吧 那些山掌门也没有封路 是不是 是这样 因为在南充的时候 书院对同志阶级形成危险 所以元朝政府采取了第一级介入 因是离岛的方法来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在元始始祖本记当中就这样记载 说中途二年 忽必烈下诏 这样说 宣圣庙 即管内书院 有私 岁时至地 月朔十点 驻官员 使称君忙 勿得 饶瓶卸足 伟则加费 这种规定就包括了书院 包括了书院 不光是妙邪 至元二十八年令其他先入过化之地 明显精心之所 欲好事之家 填出天素善学者并立位书院 所以忽必烈的时候就下诏 要立书院 同年忽必烈主人于江淮 何将在一片僧人强行占据 诸人的房屋 田徒 山林 池塘 并公关 庙女 学舍 书院 照一 以为福利为主 进行几番远主 师父将还民望 就是说还这些东西 原来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僧人强占的 都要还给远主 远主 又在陆府州县重建书院 据重计 元朝修复或者重建的书院 有四百多所 明代书院的盖法 明朝规定 非官学书生者不能参加科学考试 于是学子就集中到官学当中 家长超清的文化专制高压政策 所以书院将对处于衰落时期 就是说他有这样一个规定 你要想参加科学 一定是官学的在校生 所以私人学校的书院的那些人 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 他不能现在咱们参加高考 是吧 他家私人中学的学生也可以考 是吧 也可以考 王界变成也可以考 到中后期 随着王学的兴起 书院回复起来 可是又经常与政府发生冲突 所以就遭到了三次进退 那个时候的学生吧 他就议论政治 新代书院的盖法 新朝立国初年 建议明代书院的活跃 也曾经对书院采取禁制的措施 顺制九年下令不准许别立书院 群聚结党 那么到了康熙时期 对汉渡知识分子 对汉渡知识分子采取 拥有 拥落的手段 对书院 通过四点额 四输地的方法 定行鼓励 书院这样得以终点恢复 雍正十一年 1733年 明令歌声都佛在神会创办书院 并且提供经费 说是要为圣朝预贤财 所以清朝 新建的书院 由781所 就将近到了元朝的两倍 多一倍 明平时期 北京作为都城 曾经有过吉时所书院 安待北京的书院 第一 太极书院 建义书院 温定书院 其中 太极书院最出名 建义书院 建义书院地址是在昌平县城之内 现在在昌平西南武林 他是为了纪念 唐朝晚期 舍命定见的一个昌平人 叫刘焚 这个变成焚 元朝太极二年 1325年 昌平义官 公旗奏庭设立 明景泰三年费 万里年间 福寅刘荣思 冲心纠缠 这是刘焚 故里和元太平地 明景地的发展 温定书院 是在方山县地南七十里的 暴律里 里任总管赵密 教授 家长 曾经跟随 刘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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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焚是元朝的著名学者 归乡 一件书院 穿伯其学 元顺利四额 叫稳定 因为刘焚 词后 他的嗜好 就是稳定 雍正年 元年 雍正年间费 刘焚 这是元顺利 元顺利小的时候 元顺利小的时候 元顺利当荒 当了三个六年 他这个逃离北京的时候 肯定不是真的 太极书院 创建一门蒙古太宗 我过台时期 是蒙古国建立最大的书院 1240年到1241年之间 杨维忠和姚书 开始在北京 抽建太极书院 这杨维忠和姚书 都是 元初的名臣 元初的名臣 在忽必烈是这样 他们的地位非常高 地位非常高 忽必烈对他们也非常尊重 忽必烈实行辱学 实行汉法 和他们的建议有很大关系 有很大关系 这个好嘞 忽必烈 到什么邢台呀 什么京都啊 河南呢 这个就是 地形汉法的试点 是吧 有两个地方 开始都是杨维忠 作为最高涨的 最高涨 好京 写了一个太极书院纪 是这样说的 庚主丁崇坚 忠书阳功当广 这都指在 是吧 这个 叫他 叫杨维忠 对 这个 这个说的是他 他在这个 沃普台时期 他就到了 当时的中书省 一 所以 传记 道学之地 必求人 而为之师 自书 以求其选 比方说 岳路 白路 建卫书院 一位天下标准 使学者归王 将亦 奖寅 属乎其可 乃于 燕珠 朱院 除江桓书 立周子思 和太极图 和 吉通书 西明等 于毕 晴 晴 养梦 赵 福 未诗如 右北平 王翠 左之 于是 一落之雪 便天下雨 这个材料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 太极书院 它是 位于燕京 是 杨 杨维忠 和 妖书 筹建 严廷的理学名士叫赵福 赵福是当时的著名的理学家 是在1240到1241年之间开办的 说这个杨维忠和这个妖书都是元朝在元朝任职的汉族的知识分子 杨维忠推崇理学 当时是国字家的负责人之一 行中书首识 赵福 他的字是仁福 是德安人 通经能文 是当时的理学名士 学者 学人们称他叫江汉先生 清朝人孙成泽认为太极书院是建于沃普台太宗八年就是1236年 后来 何外鲁都说 说赵福在太极书院讲学是在元太宗八年十月四年离离开 其实1236年是赵福到大燕京的年份 当时燕京还没有书院 太极书院在他的兴盛时期 规模名声一度超越国字建 但后来衰落了 到了明朝万历十二年 在太极书院的旧址上建了百玄书院 清朝前路十五年 就书院就被改为万寿行宫 万寿行宫 百全书院 勤办 这是万寿行宫的导臣 明代的北京书院 明朝的北京书院 有熟善书院 通汇书院 双客书院 白潭书院 还有都是百全书院 其中熟善书院最为著名 熟善书院旧址 熟善书院旧址 通汇书院 通汇书院是通州地方的官处处办 嘉靖二十七年 一五四八年 孙苍御史 援俄创办 立步上书 通州人 杨兴忠 撰写笔记 嘉靖四十二年 改名为明伦堂 通州学工明伦堂 明朝幽州地区的学校 温道书院 温道书院始于万历十九年 因直言斩见郭罪归乡的御史 马金伦私人创办 因为他嗜好叫温道先生 诸病思念家李直曾经在这里讲学 比人的像 双赫书院是在通州张家湾 万历三十九年又巡抚李三才来创办 李三才这个人很著名了 因为他反对矿监税实 是吧 这个被罢官 回到家以后就体徒降学 因为这个书院设在他家的双赫院 所以叫双赫书院 办了十来年 是吧 李三才去世之后 书院也就停满了 还有杨兴忠书院 由卓夫都于是杨兴忠 此人在家族年间创办 万历年间停办 白潭书院是秘云 兵被岸查使王建平创办 创办于民万历赴年 就在秘云金城 清除废止 道光十三年之县 李三范在旧城 重新建立白潭书院 书院悲文这样解 自康公建后 后来废弃 二百余年不复制 李公下车十亿重建 方去二十九年 改为秘云高等学堂 首圣书院 首圣书院是明朝都参院 首圣书院 首圣书院 首圣书院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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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圣书院创立之前 首圣书院创立之前 北京已经有成框庙奖会 实际上也是书院 根据妖心梦的记载 天启元年冬天 有中州人某宫 一日 职合十余客人 其中有冯村乌和妖心梦 和商机学问士 九三行 邹先生 正因各人心忠于之时已有之 一步一起讲社 比如说那次就是在讲学 十年之后 封聪乌等三十多人 以示明清 将朝底称替道院 就是成荒庙进行讲会 封聪乌这样可填起地点 封聪乌它是这样记载 说是最经友 1621年秋 与奇观经师 二难找东风 敬眼阳风 就是说他们那些朋友们 朋友同志云皮 相得盛宽 因约会讲学仪 成荒庙之道院 封三为期 那里面 封三 初三十三二十三 聚 都是定身先生 又增一会 封八为期 犯 举奸 如 雾 都可以谈余 中 中午而敌 到有处而散 方晚就散了 是吧 是吧 好多人都可以来了 人人可来 多多一下 说这个来的时候 不给大家吃饭 不舍旧礼 也不用约庭 也不探朝政 不探私事 不探天佛 千言万语总之 讲的是什么呢 甚至讲儒家经典 无处父子有心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弟 朋友有弟 朋友有弟 还有就是 苏元璋高皇帝的 圣女 孝顺父母 尊敬掌上 和睦先离 教育尊尊 隔安生离 物作非为六言 讲的是儒家经典 讲的时候 朱元璋的一节 教育